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背面轮零有六排 因此称为六六零 它的特点是轮次比较细密 轮尾比较长 有人称之为是长尾轮 第四是七六零 背面轮零有七排 俗称七六零 它跟六六零的衔比是轮尾要短一些 第五 八六零 是背面轮零有八排 俗称八六零 因其轮面部比较扩大 也称之为阔面轮 这一版的特点是龙声龙次比较粗 六半编花要比其他版别的略小一点 从正面字体图案特点可封为 高北 低北吧 阴点 延点和长日续 短日续 高北 低北的意思是 就是湖北省照四字中 北字的位置变化 高北就是北字的位置要偏高一点 离下面租圈要远一点 低北的意思就是 北字的位置要偏低一点 离租圈比较近 阴点和延点的区风就是光绪元宝四字中间八半花的花星 凹下去的称之为阴点 突出来的称之为延点 长日续和短日续的区风就是光绪元宝的序字 下边的日子变化 长日续的日子与租圈 先连 短日续的日子租圈是有一定的空隙的 这是对八半花系列正背面的基本特点了解 接下来我们结合这些特点 对湖北省兆光绪元宝当时同源八半花系列的一些常见版别和稀少版别 做系统系统的总结 常见版别有八半花长日续特大楼 八半花阴点特大楼 八半花短日续租圈座楼 还有高北660 高北760 高北860 这六种版别是比较常见的 西少版别有八半花长日续租圈座楼 八半花长日续租圈座楼 八半花严点租圈座楼 和低北760 这六种是比较稀少的版别了 今天就为大家风险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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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观看